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原因就是没有钱 而最重要当然就是地方银行和国有银行已经开始顶不住 地方银行一些不良存户有人亏空了 复制了他们玩完 有些不良的借贷令到他们入不呼之又玩完 而更重要一个问题就是现在中国的内需不行 银行借不了钱出去 如果你说借给国有银行 借给政府部门 借给国企成头公司 因为有阿爷做担保 他们如果输的都没输得那么难看 但是他们又不望借 为什么呢 因为新债养旧债 从来都没有钱 对于银行来说 如果你说各大四有行 它们没问题的 但是回归回一些正常的普通银行 它们就吃力了 因为它们老板都给你 但是有另外一种说法的两难 就是大量的人民 它们来到这里 它们觉得它们要是躺平 要是留钱防身 因为你看到中国 无论是医疗养老 说就说有五险一金 说就说有保障 但是养老基金可以跌到100元以下每个月 接着看医生 依然是要添加入场 这些所谓的保障 一些外国药 真正的救命药 全部不在列表当中 人民只能够什么 为自己生存而战 这样当然了 不会说大量的团积钱在自己家里 那他们又不敢投资 那就只有存款 不停存钱存钱 你看到中国银行 他们的储备日日创新高 但是你又没办法借钱出去 就是如果好像中国的大战略那样 麻烦你借给地方政府 二十五年 头四年 连利息都不追 就是风险系数很高 始终银行有他们自己的审核 就是不可以闭上眼 你说借就借 没有抵押 然后不给利息 超长期 他不敢做 即使做你有担保 到最后输的时候就麻烦 这样怎么样 民营企业在现在这个环境不敢借 没有投资 因为不想做狗菜 而年轻人失业率这么高 他们选择躺平 回家 耽脑 接着那些老人家有多少养老金 他们有多少职促 在那不停地省住 他们不敢投资 不敢消费 但是对于银行来说 大量的钱 传进来 即使你低息到了 哎呀 给少点息给你们 但是借钱借不到出去 即是说没有了个息差利益利润 国企成头 不敢借 民营企业 你想借 但是他们不投资 接着大量的存款 传进来 这样 银行是没办法再顶下去 那怎么样 为了自救 有一些地方银行出奇招 大货直播 哇 太厉害了 大货直播都想得出 就是鼓励你们 你们和银行借钱 将很多的计划 就是你在直播时段 好啦 你们今时今日呢 我们有个plan 如果你现在三个小时里面 你能够进到直播室 接着你和我们借钱呢 我们就会很多的优惠 很多的礼物送给你 不单只是这样 还可以免利息多久 最重要是你借 想不到银行借不出钱 连这一招 绝招都出 就是大量自己银行的sales 现身这样 在网络营销 不是卖广告 是直接 你打到电话 你微信到进来 接着我们给优惠 你利息可以减多少 哇 是真的从未想过 你就知道银行顶不住 太多钱在那 不敢借 可以借 或者你不合资格借 而所有的东西是大量的存款来到 而出路资金是很少 现在小存户 它们最重要是保本 没有利息 它都存进来 但是你银行没有了这个息差 没有人贷款 即是等于到最后你只能够静支出 即使有一天你不给利息也好 或者一是在欧美曾经试过负利率 即是你存钱进来 麻烦你给手续费 没有利息之余 但是中共会不会走到这一步 我相信很快都会 钱借不出 银行你大量的钱进来 我只能够收取你的手续费 令到银行可以维持下去 这个日子我相信很快就能够到 恒大爆煲已经直接令到整个金融界出了问题 因为它相关联的企业 如果资质不够的话就必然被追溯 而最多的和恒大有来往 或者和房地产有来往的 他们开始会出现资金链断裂 因为银行就是好天借 接着坏数高企 寄望的能够生钱的就是小泉湖 什么金融理财产品 在这一刻都是没用的 银行连带货直播都出了 那下一招 是不是真的要付利率 付手续费 这个就看到你说什么都没用 聪明钱是应该流向他要去的地方 节目做到这里 希望大家like 最终share 订阅科金看广告 可以加入会员和比赛 代表安丁娜需要大家支持 拜拜 im澳洲移民公司专注移民二十多年 为十八至四十七岁香港人 精选最出息的移民课程 全程学费港币十五万内 无需阿斯成绩 我们为十八到三十一岁的港人 申请工作假期签证 合资格人士 雇主愿意提供劳工移民担保 有护理资格的港人 可以推荐雇主安排工作 扮理劳工顶居签证 没有年期上限 我们亦为五十岁以上的港人 申请居留签证 澳洲比英国更容易找公同入席 无论在香港、英国、台湾的朋友 想移民澳洲 就快找Christy啦